完美,简直完美到一定程度 我们在一起都没正行 所有家务劳动真我试着 在我们这个集体里边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我们台上的演出 在那个时候 郭老师完全是有一种霸气 他领导着所有的演员 可是在家里这种霸气是一点都没有的 他完全被嫂子领导 我师父基本上什么买衣服呀 什么这个想睡点什么呀 这些生活习惯 七哥爱人都非常的了解 这两个熬的鱼是特别好吃 然后我每次都去非要吃这一个熬鱼 这个吃不够 师娘吃的这个呢 在家里的熬了那么七八条 这个躺的鱼啊 封好了 一大盆 给我带在园子里头 带剧场里头 他在递给我 让我吃 吃完了干把盆送来 再接着换鱼 就那么疼人 一般二十九十两请客吃饭 十两请客吃饭 然后围一好几大桌子 然后包一个饭店下来吧 然后 生风海鲜什么都上来了 然后席间就是每人派发压岁钱 每人一红包连对象都要 他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程呢 我都是见证的 这个两个人一直相濡以沫 走到了现在 改变的有很多 但是有一条没有改变的 就是这个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所以我就祝愿他们把这个相守到老 但是这种关系 我看也就不用改变了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郭德纲和郭德纲的太太 王贵有请 都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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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赢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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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哎呀 我要啊 这这 全是 我剃她 我剃她 你们好 大家好 你好 李大姐 真的是啊 李大姐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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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上场就这一走路 怎么样 哎呦 两个字 哪两字呢 贵族啊 贵族气息啊 太客气了 真是的 不是客气 那时就感觉旁边要没你该多好 太客气了 但是刚才我们真的 真的因为在采访了 因为要这个 我们今天主要烘托的是王会 这个在采访这个德云社的这些身边的人 有很多话让我们必须要逐一的落实一下 是 你呢 有有这个限制的补充 大多数的要听我们弟妹的话 我们我们要要听这个女女主角的 多说点 请问 说你在家里边 你在德云社是幕后大掌柜 此话是否确实 是 是 真吗 天哪 毫不闪走 没人以为您是老板呢 对 我觉得他得谦虚一下 对 原来是女社长 您好 我是他们雇来的 我只管台上 你只管 我只管台上台下所有事都为他负责 那我明白了台上嘛 毕竟时间短 所以为什么一级了 我分析啊郭德纲一级了就往台上一站 现在我 现在我做主 哎呀 这是这是一个啊 再一个 呃 刚才是某某我说的 说别瞧我师父啊 在台上啊 就说德纲啊 在台上很有霸气 那回家的话啊 还有小男子气啊 说因为咱家里边有人管 是 请问 王辉 是你对我们德纲管教很严格吗 没有 不可能 说实话啊 我跟你说 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 我跟你说 自从我认识郭老师那天 我就觉得郭老师很有扎教 对啊 我告诉你啊 我就我就我就喜欢想玩回家的女人 不管怎么样 出门在外都给自己的男人留面子 那问题是刚才人家说了 刚才是李京说 外头这么霸气的人回到家 对啊 常常想放弃 多少年都是领导一倍 那这样我们问一下德纲啊 德纲你这可以补充一下 什么 是在家里边家教还是蛮不错的 一般家教都是我爸爸管我 你们家这也是这么说 我们家基本上我们家都这么说 那我挺同情你的 是啊 所以今天我本来你可以跟我说同情我的话 但是今天呢 我一瞧旁边人一说 我也知道咱都是难兄难弟 但是话说回来了 话说回来了 我觉得老婆呀 如果他真有妄夫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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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势的话 我跟你说这是对的 其实有时候男人需要这个家里边女主人帮着修正一下 这是对的 尤其像德纲啊 出门在外呢 走的路也比较多 遇到坎坷也比较多 那所以老婆就必须要指引他 要卖左脚 他就卖左脚 我说按国德纲的性格他肯定卖右脚 你看 你老说我不会说话 你看看他们的嘴都跟棉裤似 这是因为大家感兴趣 再一个啊 国德纲还有第三一点 因为刚才我们采访的那个 那谁 那个说就是在家里边对这些弟子啊 关心有加 是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从你做师父这个角度来说 那当然师母啊 从做师父这角度来说 你觉得太太对这些徒弟们 就说好到什么程度 你得这么想 你设想一下 有一大帮十几个二十几个 哪来的都有的孩子 在你的家里边天天吃着住着 你要给他们每个人安排不同的衣服鞋 这个回家需要钱 你要给他拿两万 那个可能家里谁惹祸 给他需要拿两万 你想一想 你这个哥的这个位置 你会怎么想 那就多拿点 那得看你惹多祸 哎呦 他就是 对对对 实际上就是在对自己 这么说吧 就是我们家几乎就 有限的一两次 就是我们俩人在家的时候 我们家吃饭的时候 一般五六个人是算少的 十几个人 整个这桌子 这一大圈转过来 能断满了之后 哎呦 还得再加上四五个没劲呆呢 啊 那么多人 您这边烧饭都是请 请竹子烧吗 那我 我 我再加烧 他来做 哇 哎呦 都是个新鲜 烧十几个人的饭 对 哇 那辛苦啊 辛苦了 那您现在跟在食堂工作一样啊 就是说是 不是 哎呦 说一说 不管怎么说 您以前也是个 哇 也是很有名的 对呀 对呀 那说到叫我们 真的因为我们刚才采访的问题 我们问的比较清楚了 但接下来 真的要跟电视机前的观众啊 要好好的这说一下 王会儿可了不得 多了不得 其实原先 在没当这个德云社这个大掌柜啊 之前 之前 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是我们天津的明爵 哦 进入大股的明爵 而且是少年成名了 少年成名 到底几岁 开始成名的 也不算说成名 就是学的早吧 大概九岁的时候开始学艺 嗯 然后正式登台的时候是十二岁 十二岁 十二岁登台 是登校军的年纪的 对啊 其实跟这个王会儿啊 我们在交谈的时候 跟编导交谈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他九岁从一十几岁 在天津际雨 就已经开专场了 哎呦 各种专场 十几岁开了专场 十四岁 十四岁 哎呦 谢谢 我说你们也没赶上当年 你错了 啊 你错 我们尽管可能没看到 嗯 但是我们有影像资料 嗯 很珍贵 很珍贵 搞得这个了 恐怕王会老师自己都忘了吧 咱们看看吧 看一下 先看看吧 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王会 当时的场面 我今天非常高兴 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带长手园举办我个人汇报演唱会 我非常高兴 因此呢 我感谢各位老艺术家 也感谢欢欣我的客界朋友们 谢谢大家 嗯 下面呢 我为您汇报演唱文顿 金运大鼓 浅雄文 天资聪颖 勤奋好学的王会自幼与大鼓结缘 十四岁便红遍半个天津城 并得到曲艺泰斗 洛玉生老师的亲自指导 从那之后 王会把全身心都投注到金运大鼓事业中 他辗转于各个茶馆 用自己行云流水般的唱腔 感染着每一位喜爱曲艺的观众 我跟你说啊 鱿鱼啊 这个应该说这个年年年数啊 相隔的比较有点多 所以那一段的资料啊 现在没不可能找的那么完整 嗯 但是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王会那时候的 在当时应该算是最时尚的一种外事 但是我们现在就有种好奇了 十五岁成名开个人演唱会的王会 德纲是十六岁进入到这个演艺圈 应该说经过很多年的艰苦 搏斗才会有今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王会 你和德纲是一个什么机缘 两个人相识相爱 你是在两千年的时候 在北京演出认识的 在北京 当时是什么演出 什么样的场合演出 当时好像是 在北京的国人俱乐部 一个千禧新年名家 黄桥 一个曲艺名家专场演出 连着三天 其中有一场鼓曲综合场 那会儿有他一起 那当时是 是别人叫 别人叫你们俩一块参加的 还是你们之间互相介绍去参加 当时是他 我是主办方 你是主办方 那怎么会想到要 那你他想到去五官方 也得找个协办方 对 当时你是主办方 那你作为主办方 这一方来说 你怎么会想到王会 当时正好转一场白派的幸运 大伙说介绍 想到 确实也知道 这些王会唱的 也是说在曲圈 曲圈当中 其实王会当时的名头是很大的 对对 一说别白派的这个 马上就知道 要找王会 对对对 就这么一个机会 那是你第一次真正的就是说 第一次见到 近距离接触到王会 对第一次 第一次 那你看第一眼中情 第一眼是什么感觉 为什么这么笑啊 姑娘家家问这个 现在恐怕回顾第一眼 当时什么感觉恐怕忘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吗 挺冲我意想 好 穿一个黑风衣 穿双皮鞋 带着那个跟着他的小孩 拿着东西的 一阵风势就进了后台 挺痛 说话挺痛快 印象特别深 就那一刻的时候 会不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哇 惊为这个天人 我不告诉你 你少来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问了 也就是说啊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分析 是什么情况 这王会从外边穿着黑风衣 一阵风势的进来的那一刻 其实就已经把郭德纲给拿下来 哦 你说的这么压惯 那是分分钟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你一眼之后就觉得 吐电的感觉 老师交代你 别笑 刘刚问我这 我想吐 为什么我问你 你油太大了 你现在必须要 画个瘦点的问题 这段话题啊 这段话题就停在这了 必须要弄清就了 对 开始觉得 这就是王会 好多人都提 我原来也知道 但很巧 因为我出来很早 我十六次到全总 这么多年没回天津 在北京一直 只是知道 突然遇上 这就是 当时也不想你下 登了一下就定住 其实他上了台演出嘛 我在 我接场 我接他 接你 他下来演完之后 站在上场门听他唱 确实是很好 在过头来问王会 不知道你见到郭德纲 给你留下当时印象是什么 没有什么印象 真是回顾 没什么印象 没什么印象 只不过就知道 他是演出方 别的没什么印象 你瞧你的样 你太失败了 除了演出方 对吧 他能记住演出方 这就不错了 因为他要知道 首先要知道 他要为谁演呢 这也算人家的职业道理 其实人家主要知道 唱一下找谁要钱 这很重要 好 那现在再进一步的 去挖掘一下 那什么时候 王会你突然间发现 好像是另有所图 你发现了吗 还什么国际三把婚女卷 国内也很多 但是我们蛮喜欢 感受一下郭氏爱情 对不对 那怎么 什么时候意识到郭德纲 就是有事没事都打电话 然后 这时就意识到了 对 差不多了 你傻呀 谁不意识到 不是 那个时候郭老师 也不敢去 那个时候是 那会儿 那正没辙的时候 正没辙的时候 对 然后我不知道 嫂子 当时你看她什么了 看上什么了 这事还真的很难掰去 看上什么了 我就觉得她的人挺好的 人好 然后对她这方面的 艺术方面非常执着 别的没有考虑这么多 其实就看人了 就看人家这 你说要外形 很精神 又叫穿着 也很合体 对不对 当然了 再加上财 太有些 我跟 因为跟德纲 我们也认识 这么长时间 很早 而且我们合作的 比较密切 就什么概念 郭德纲的财气 我认为 是文艺圈当中 屈指可数的 可别这么少 这个咱们是不夸张 对对 我坚信 王会当时是看到了 郭德纲的财 但是有一个问题 是发的 就说恐怕在你们俩 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说 这个 就是 就结婚初期的时候 会干嘛 恐怕是你们人生当中啊 困难最多的时候 对 对不对 对 那那一段时间 其实王会 我为什么很佩服你 越了解 越佩服你 其实你在天津 在这个曲艺圈当中 你已经有名气 但是你还能够跟 德纲一起 甘心吃苦 那王会 你现在回忆起 当时你们俩共同吃苦的时候 你觉得给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哪一段 就是有一次 好像我们俩是去 北京一个剧场去演出 好像是东城吧 然后去演出 当时天特冷 然后下着雪嘛 我们俩就 就是 坐着 坐公车 对吧 嗯 然后一起去演出 然后回来的时候 天也挺晚的了 然后一起又坐公车回来 因为我们家呀 就是当时租的那个房子 那个离那个 汽车站挺远的 然后必须得差不多 需要 二十分钟的 时间 才能走到家 然后当时 浑身都动了 都僵了 然后我那个 当时穿的大衣 然后浑身上下都木了 然后当时 说怎么办呀 太冷了 然后他就说 那咱们打个三轮车吧 嗯 正好对边拿了一个三轮车 当时是 是十一点多吧 好像 然后给人家划了半天价 嗯 最后三块钱 把我们俩就拉回家 到家 整个身都动不了了 然后 就动得都不行了 太冷了 太冷了 就是北京和 就各地都能看到那种摩的 四面都漏风 我们那边叫三崩子 对对对 你要是老做那个 你不是这么胖 是吗 是 要选支功能 是吗 对对对 但是刘刚要坐那个车呀 就得加钱了 做两辆 真的是费油 做两辆 但是就说 我们能够想到那个画面 其实现在回头想一想 当时 也挺不容易的 是 他那会儿其实完全有 可以不受这种罪 嗯 而且前途渺茫 什么都瞧不见 你要说06年 有两天之外 可以理解 今天没钱 明天演一场 你挣多少钱 你当时那会儿 根本什么都瞧不见 四周一片黑 一点出路都没有的时候 他能坚持到这会儿 说实在挺不容易 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 没错 而德刚老师 我请问 就是说 嫂子从 好像从舞台上的绚丽 调到了 做您的弦内作 好像是幕后 退居幕后了 又遇到这么苦的日子 有没有抱怨过 这些年来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 每一句话都没提过 没提过 其实啊 咱们说句很真心话 你比如演艺圈 有很多的女演员 也都在艺术造语上 都达到一定程度 那你看他们 比如哪个婚礼啊 会举办的多奢华呀 都干嘛的 恐怕那时候 王辉嫁给德刚的时候 作为一个明觉女人 恐怕那个时候 得不到这份奢华 不知道你 没有 对 不知道你 你当时那种心情 我印象很 当时他父亲那会儿 还活着的时候 就说过这个 俩人好就行 我们去房租房住 慢慢来 只要互相好就行 这个对我们帮助也很大 也很大 但王辉我问一下 就当时俩人苦到那种程度 我觉得可能是梦想 在支撑着所有的人 当时你的梦想是什么 就当时啊 当时的梦想就是 交房租的时候 不用发愁就可以 别的没什么大的梦想 这是现实的 那再远一点的呢 当时你想的 就再远一点的梦想 因为当时就是条件很差嘛 然后没想过 当时我就是卖了车以后吧 就特别想 哎呀我要走到马路上 就想一下 什么时候能买一辆奥拓呀 就特高兴了 那时有自家车的时候 有自家车的时候 要求比高 就在想哪天能够有辆奥拓 对 就买车了 好像说嫂子跟着郭老师之后 好像又卖手吃 把自己手吃都卖了 对啊 把自己手吃都卖了 反正当年啊 为了交房租什么的 经常跑当铺 他的手是什么戒指 链子呀 经常是差不多 就得出去买东西啊 当东西 当时来说吧 这个两人一块过日子 实在过不下去了 你必须得活下去 明儿人家帮帮帮 咱们要房钱 你得给人家 后天需要花什么钱 你得有啊 今儿得买米 明儿得买菜 这是必须的 需要活下去 从最开始 他就把那辆夏利车卖了之后 如果你这心里灯了一下 这是想不到的学习 而那会儿人家完全可以 是掉头走或者干嘛去 怎么都会比这样 活下去也好一些 包括三千两头的 当东西啊 当街什么 所以那会儿我就说 我说别着急 有一天啊 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买回来 到后来 我说话算话 我也做到了 这我觉得这是 这是男人的胸怀 信心和勇气 勇气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细节 我们还想问 当时为了交房租 交卖东西 房租很贵吗 当时是八百 有八百的 有一千的 有一千二的 当时一千多万钱 对 为了这一千多万钱 你就必须得去卖东西 对 因为不卖东西 就交不起房子 交不了啊 那为什么都卖你的呢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可卖的 说着高兴 但是话说 就以前大家共欢难 欢难夫妻 才有今天大家一起 共同努力 有了这个德纲 和这个德日社 今日的辉煌 但是又翻过头来 就说着今天了 德日社那么大一摊子 所有的都王会 这些大掌柜的 给操持 王会谈一谈 操持这些有多难 而且操持这些东西 操持完了成功了 有多骄傲 告诉大家 我现在挺骄傲的 然后那个 虽然说他 只管台上 我管台下吧 我觉得挺幸福的 现在 然后有这么多孩子们 然后还有我们 这么多的工作人员 现在我们 德日社大概 有一百多人吧 工作人员和演出的 孩子们 我觉得现在有 今天这天 我心里觉得 真的挺高兴的 觉得和德纲 那一段时间的吃苦没有 没有白吃苦 没有白吃苦啊 有时候 今天我们一块聊天 可能那一刻的时候 你脑海当中 又很清晰的 回到了你和德纲 两个人在 十一点多钟的冬天 一块坐蹦蹦车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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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场景 但是现在 我们哪怕 就坐上奥迪 就坐上再好的车 那一段情谊 其实是你们 就是说 牢不可破 是最温馨的时刻 他现在有时也 平时也在说 说跟谁 不管是朋友啊 还有我们家里人 都说 然后那个 如果没有 想到说有完活 然后就没有我今天 这些都说啊 这些是 包括这个 我们说相也是如此 那现在翻过头来 一个德纲社大展会 一个是大谷的名职 让你这两个当中 再去选择 你还会不会回到 经营大谷 这个行列当中 我还是会选择 孟后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需要过日子 必须得一个主 主那一个主外 我的天哪 多超级家的 该是过得被我的人呢 老爷这摊实在是太大了 不不不 你听我跟你说 德纲我觉得不是摊 大不大的问题 是 你太太啊 是王慧啊 人家不管多大的 绝在天津那么小就已经成绝了 但是人家从骨子里 人家有女人的那种美德 是过日子的女人 是 这一点我跟你说 通过刚才那一句话 我们就已经看得非常的透彻 宾柯羡慕羡慕 他羡慕也不用了 他们家之后 我羡慕 我羡慕 我举一简单的例子 咱们也有这么一个 我月的女人 有机会你们上我们家去 尝尝你们大口做饭 不管是天津的风味 还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母国菜 吃一次之后 我觉得你能酷死真的 我一下子吃不到 我们家徒弟们每次一上家去 都得点食粮做这个 食粮做那个 我们家徒弟们 然后来的时候差不多 到现在吧 何云伟爱吃鱼 何云金爱吃饺子 每个人都点不同的菜 现在一般都长了 二十斤肉或三十斤肉 都没用 你给养的 素养完 那刘刚不能再去了 刘刚要再去了 我估计减肥全都是泡汤 但是从另外一个 一个一个角度来说 我就再考量 就是 其实你有这种表演天分的 那你给把这个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 我觉得也还可以用不用吧 说实话真的是没时间 没时间 我也很想唱 我也想把我这 这个工作吧 再重新拾起来 但是现在 读音社上来下下的事太多了 尤其我们最近 又搞了一个学校 还有服装工作室 实在是忙不过来 但是其实王慧啊 没有这个 再创军大功 其实从这个行业当中 也是一个 挺可惜的 很可惜啊 所以今天来了一个朋友 应该说也是 多少年的交情 胡子义 来 有请 有请 胡老师 有请胡老师 你好你好 胡老师 好 你好 来来来来来 这是我们家御用的闲事 对 这胡老师 何举人也 王慧给介绍一下 来 这个是 胡老师 我的乐队老师 负责弹三弦的 然后我们俩大概认识 有十几年了吧 十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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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有帮助很大 子义很好 这么多年 包括我们德鱼社的 曲艺演出 以及我们的戏剧演出 都参与 像去年拍的 他们后点出相对 乐队都是他们跟着 配器 做曲什么的 那胡老师 我想问一下 德纲和王慧两个人 在一起交往 从一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吧 头一天我就知道 那天台上 他弹弦 古人俱乐部 对 头一天 头一天就知道 他嘴着你 他终于这样 一说这话 终于这样 一瞒那么久 我觉得这个胡老师 绝对说的真话 胡老师 我们相信你 我跟你说 我刚才您说的第一句话 我就知道您是好人 在后台 没事找人走 没事找人 这里边有问题了 那您作为王慧 属于父亲的朋友 您得管 孩子不容小 别对大事 防着点 我当时有没有提醒王慧 一见面 德纲人不错 挺关心王慧 我还多给他 把钱 干来是因为老拿钱 是什么事 所以 我觉得德纲也不错 不错 德纲确实不错 我们一较王 就是朋友 一较王 也达两千年较王 对 也八年了 咱们是八年了 我实时总区别几年厨 就是都当组织年厨 我们准教皇 你一上来得案的说 这是我们专用的这个 那既然今天这个 胡老师大人也来了 王慧也在 能不能王慧 咱们有个不情之情 能不能再开金口车 我们当年的那个 重现江湖 可以吗 可以 哎呀 哎呀 那个那个 可不可以唱你 15岁专场的那个段子 这怎么办 探青文 探青文啊 探青文 你还知道探青文呢 你还知道探青文呢 刚刚那么清楚 对啊 刚刚那里边 不是唱那个探青文吗 对对对 好 那太棒了 太棒了 真是难得一见 观众朋友们 今天你们福起来了 我们接下来 就要听一听 郭德纲太太王慧 给大家唱惊人大鼓 探青文 有请 郭德纲太太王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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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逃死过火红 哎呦 我跟你说弟妹啊 谢谢 刚才啊我听你唱的时候 我跟德纲我就在聊天 我说哎呀 我说他这种这种唱 让我感觉就始终就那种 娇娇的那种感觉 白派讲究妹 就是妹 孩子家人哪 娇梦啊 唱这种段子 他的那种娇媚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散发出来的 绝对淋漓尽致 要不人家是明爵呢 明爵明爵 哎 你别在那傻笑 你别老那干嘛 人家这么厉害 对 敬朱者是 敬朱者黑 对 你也你也你 敬朱者胖 你也得你也得 那个嘛 我不天天都跟你们在一起 郭德纲 郭德纲也知道 大家都知道 郭德纲唱的也很好 是 所以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能在这一刻有这想法 嗯 郭德纲你是不是也唱一段 来一段吧 啊 来啊 大伙是愿意听啊 是愿意听 是愿意听 都愿意听啊 咱们这样听 唱一个 专业社 开了一个电视剧 叫相声演绎 是 我们这片口曲用的是 单衔里的一个小牌子 叫休喜红 唱几句 咱们咱们听一听 好吗 好好好 咱们咱们听一听 咱们咱们听一听 咱们听一听 思想起郎君一曲老没有 回程在外漂亮 好 我也觉得你好魅啊 我们不说这话 为什么 因为什么我们不太懂 我们不太懂 真不懂吗 太好了 弟妹您作为一个专家 抛开是郭德纲老婆 这个层身份和关系 你觉得这个小郭唱的怎么样 本人对艺术负责任的态度 你实话是说 他唱的挺好的 不许包庇自己的亲人 不是不是包庇 然后那个 我之前那个 我们俩还没交往的时候 我也听他唱过 我觉得他嗓音挺好的 而且唱的确实挺好 比我唱的好 太好了 这可真了不得 真嫌内住 真是的 但是现在翻过头来 我们还想再了解一下 什么事 一些家里边的事 你们太是非了 我们不想给你们家里惹是非 但是有一个问题呢 我们还想 郭德纲是一个很能说的人 而且也说句真心话 被誉为这个说话最损的一个 一个这个像是大腕 可是你们俩要吵架怎么办 像你这种性格 你哪有他嘴皮子跟的话 没有每次吵架 说实话也是因为我 因为我平时脾气比较不好 然后每次都是 战争都是我 我去挑起来 然后最后还是他去哄我 哎呦别别别别 哎呦 真的是太红了 在天那边 据我所知 郭老师脾气也不太好 那郭老师在外边 可跟我们这么说的 说我们俩吵架 我在家里这么大委屈 我还不出来爽 我不被决犯了 其实他都怪我啊 对吧 那两个人还真是蛮谦虚的 很为父的一方 他家的脾气不好 孩子们徒弟们上家去都是 一看 是娘这个脸上带馅 少说话 往后撤 都乐得跟要咬人似的 你想吃什么呀 买点什么呀 说一论 他那个不高兴啊 就是挂脸 当时就说这一回 当时不高兴不高兴 十分钟之后你再问为什么 就忘了 床头吵架 但是呢 恐怕这么多年 德纲啊 红红火火 偶尔呢 我们在访谈当中 德纲也会去想到 那一段时间 跟老婆在一起 包括现在相互扶持 走过的路 我们今天给德纲一个机会 好吧 德纲 既然今天是做节目 诱人十一的特别节目 我们不仅要传递事业上的成功 我们更传递爱情上的这个温馨 好 十一了 感谢一下自己的太太 这么多年对自己的这个支持 好不好 好 我来啊 好 我觉得德纲 其实有人公里谈着你来 德纲真的是蛮有感触 好 今天有两件大事 一个是奥运会 一个是我们来做这个节目 站在金眼香莲华的舞台上 非常的高兴 跟前都是老朋友 但今天呢 是和我太太一起来这做节目 有这么一个同志外人说真心话的机会 不容易 从认识我老婆 我们家都管的叫大会 从认识大会到现在 就很多年了 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但是一路走来回头看呢 包括我的生活 包括我的工作 都是多亏了大会的付出 对家里 对我父母 对孩子 对徒弟 对我的朋友 同事们 他的关心是无为不至的 可以说没有他的这一路辛苦 就没有今天站在这的郭德纲 接这个宝地 面对家乡父老 谢谢 你瞧脸 对啊 对啊 太相信了 油盲太多了 没有 大家 大家其实都能够感受到 你的那一份心 其实郭德纲 有一句 跟我们大家平时都说的话 是刚才郭德纲自己也说了 其实真的没有我老婆 没有我郭德纲 郭德纲 在很多场合都说这些话 其实 你的眼神啊 包括刚才你们拥抱的 你的那种面部表情 我们已经能够感受到 那种贴心的感觉 然后跟我们留下印象 我是第一次见完会 第一次见完会 给我留下印象 比郭德纲好多了 真的是 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个女人 特别棒的一个女人 所有的女生都 都给你留很深的意义 没错 天天有句话说的好 就是 叫我贤妻 丈夫不做横事 是 但我怎么那么横呢 这么一说 他因为家里边有这个好老婆 他已经少横了不少 跟你说句实话 之前好多事 侯友伦先生拦着我 后来先生没有了 我就说太好了 这回现在管得了我 但现在有事 是大会拦着我 所以有时候觉得 好多事确实多亏了 其实夫妻之间 别拱火 有一个人设一件火 这事就全都解决了 对 不错 让我们掌声 感谢王会 我们的大会 来到 孝清夫妻嘉年华 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的艺术品味 也感受了他那种 大家的风范 掌声感谢他 谢谢 孝清夫妻嘉年华 接下来 也会是精彩继续 听说接下来 这位跟他们 这一对也是很有渊源的 你说的太对了 郭德纲在生活当中 如果没有大会的话 没有王会的话 那肯定不 没有今天 没有今天 可是翻过头来 郭德纲如果要没有 接下来的这一位 也没有今天 可能是没有今天 和没有未来 也没有人 所以说接下来这一位 也是精彩的继续 是他的未来 我想我一说到这 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 都已经知道是谁了 是 不错 就是郭德纲的这个搭档 于谦老师 那今天于谦老师 也了不得 为了配合我们天津卫视的 十一特别节目 带来了他的太太 这个出来之前啊 我们还特意为他们 拍一个短片 短片 说对了 这是我们对这些 明星大腕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 一个重视的表现 好吧 先看一下 于谦和白慧明的短片 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慧明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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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谦老师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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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幸福着你的幸福 因为路过你的路 所以安心 不再问累 不该回头 因为倩和少者 在深海 要一起走 已经有了半个路 没有随着回头 所有的半带路 没有随着回头 好 好热的羡慕啊 好感动 那我们让于谦跟慧明 给天津的和全国的观众 先问个好 你十一了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我是向远远于谦 今天和我的另一半 我的爱人来到这来做节目 希望我们的节目 能给您带来快乐 希望您能随时的关注一下于谦 在这谢谢大家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于谦的爱人 我叫白慧明 一直在幕后 终于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 在这个节日呢 祝大家节日愉快 大家玩好 谢谢 慧明说得多实在 对不对 一句话需要大家玩好 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语言 对 可不过节就是大家玩好 对呀 对不对 那说到这儿 我要问一下慧明 今天你是咱的主角 于谦是配角 有点不习惯 对对对对对 你就把你就把这儿当家 你就喜欢了 那说到这儿 我觉得就是在你 你还记得你跟于圈第一次相识 在什么时候 印象太深了 对 就是他那时候拍一个戏 一个电视剧 叫红印花 红印花 对对对 那一年 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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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是作为一个学校的一个积极分子 然后呢 老师带着我们去体验一下 然后在那儿就认识他了 大概是三天的戏吧 四天的戏 四天的戏 然后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我们纯纯的自由脸 我们还有这方面的资料 红印花的资料 红印花的资料 是你们留电话的时候 有人拍下来 对对 有人拍下来 剧照太厉害了 对对 有人拍下来了 来看一下 这主要是这个 在剧组当中 剧照 这个剧照 我拿那本是留电话的吗 没有 就是当时这个 红印花的一些剧情的 因为可能很多的观众啊 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可能把这个电视剧给忘掉了 我们让大家再看一看 哎呦 出现了 这是白算明啊 哪能小白 小白在哪 这是鱼签 我们画两个心啊 其实那个时候 从相片来看 你们俩 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为了掩人耳目 这个意思吧 不是 那时候 那四天之间 你想想我们能谈到什么程度 也谈不到什么程度 只不过就是一个认识 然后刚才说的 互相留一个联络方式的问题 但是从那次是一个契机 我们俩 就是认识 盗汉组里长得帅的挺多的 挺多的 你说我长得帅的挺多的 他说比你帅人 内涵不行啊 怎么会聊天 但是说到这 我真的要问一下慧明啊 当时你 你看到了我们于谦了 那你是看上他哪一边了 我第一眼看上 看见他的时候 还真没这个感觉 没什么感觉 没有看上他的感觉 没有看 哎呦 这有麻烦 你看 我那下桌的功夫 对 没有看见 没看见于老师内涵啊 谁跟谁要电话的呢 谁先要电话 那当然肯定于谦老师要的 那要电话的那一刻 你只觉得 留个电话 不会有什么更进一步的交往 是这样吗 没想过 而且他要电话的时候 他眼神是 直的还是 是眼神是很平常的 还是眼神冒出火荒的 眼神不小心 那就当流氓抓起来 我跟你说 那是下意识的 但是翻过头来啊 要了电话 于谦你是不是 很快就给小白打电话 你说了 还真不是 还真不是 真不是 那你得解释一下 因为这样你可能会 改变我对于谦的印象 我先给他打的电话 哎呦 怎么会这样 哎呦 对他没印象 人家余老师 能把你揍吗 你这一种 改变你 离间对你的印象 为什么你主动 给他打电话呢 不是 这刚才说了一半 后边那句话 没说下去 我对他没有 看上的感觉 但是他这个人本身 还是很有幽默感的 跟他在一块 聊天啊 说话啊 还是非常让人愉快的 不讨厌跟他在一起 不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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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讨厌是不是就喜欢 这叫基础 说话 人是太会讲 就说话 那我问一下 不讨厌是不是就喜欢 是不是 可能有一点吧 好 人有 这个中间有什么 然后呢 然后所以就是 正赶上 那个没过几天 然后五一放假 没事 特别没事 特别无聊 然后一下就想起他来了 就无聊 需要一个人 全部无聊的空间 就想起他了 找什么回事呢 就找那能说的吧 就找那个 和自己一样无聊 然后想起他了 对 给他打电话 家里电话没人接 呼机呼了两遍 没人回 手机呢 不在服务区 上哪去了 怎么会当时 多失望 对呀 有没有放弃 就不找了 难得 早就放弃了 对啊 我后来就想算了 那就不给打电话了 可能他给我留的假号码吧 有这想法 有这想法 后来我想那就算了 结果过了 大概几个小时 给我回电话 下午六点多钟 你为什么 你当时干嘛 白天不接近 晚上是挑夜得回家 不 真的 哪有夜 六点 六点 当时是我正在大观园那边 有一个社区的地下室拍戏 拍戏 收不到 收不到 当我上来吃饭的时候 晚饭上来吃饭的时候 我的戏也拍完了 说吃完饭再走吧 一上来 胡吉祥 胡吉祥 我一看是他的号码 赶紧 当时我刷手机 刷手机 这个余谦的电话 刷一来 手都抖黑 老白 你说你找什么 这怎么办了 咱们 我很生气 当时 真挺生气 我说怎么给你打电话 哪个都不通 然后呼几呼 这么半天才回 我这一句话过去 人家说那个 我在对不起 对不起 我在那个地下室拍戏 说不了信号 得 一下没气 他这个人一直就是很随和 你只要把你讲道了 你把理说通了 咱就不会再生气了 对对对 物以类据 人以全分 就是 我也是比较讲道 翻出来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马上我就打车 我说你看 你现在有时间吗 咱们俩见个面 效率还挺高 绝不逛过机会 你发现吗 一车老师在第一时间 就要抓住机会 行动派 2000年 98年 98年 你这可以打车 条件没过多了 别提那个时候 别提那个时候 为什么呢 那时候就算是 兜里只有十块钱 他是能打车 就是 他要去 他结账 也得打车 要的是速度 对对对 关键是个 因为一下午 有人跟我说清楚了 怎么打电话呀 怎么顾你都不接 那么现在 最起码给我一个 道歉的机会 对 然后既然 想见个面聊会天 那么我就 给你聊会天 哎呀 马上就过去 哎呀 我打车去啊 在那个地铁站的门口 对 人有卖那个 玫瑰花 哎呀 这家伙也太浪漫了 当时 现在可不会浪漫了 嗯 那个有卖这个玫瑰花的 当时晚上已经六点多钟 六七点了 嗯 而且地铁站门口 能买什么好玫瑰花 你都快卸了 不是 是不是玫瑰花 可能都怀疑 他可能就是个 你会买的月季吧 没错 哎 有可能 大概就是月季花 咱不管那么多 反正就是那意义 哎 最起码能表达一下 你的心意 我买了两 两只玫瑰花 就大车就去了 到了那以后 聊了天以后 我把这就给他了 给他以后 我也没 我也在这方面 说实话 我不太善于表达 你少来 你还不善于表达 这次应该是你第一次 正式的谈恋爱吧 对啊 我就谈过这么一次恋爱 29岁 29岁 嗯 当他接到玫瑰花 那一刻的时候 我觉得心里边 那真是心花怒放 对啊 也未典得 要为了 说说 他把玫瑰花送给你的时候 我也是第一次体验 是吗 19岁 当然了 都没谈过恋爱 15岁嘛 19岁 19哎 人家 一瞧啊 他能够不敢在家门口 见于谦 就已经知道家庭有多严 那我现在问你一下 小白 你要记得当时在那个麦当劳的时候 他一次就抓住这机会 他怎么跟你说的 是说 是说 这么多年了 真干人 为什么说 他可能真不记得呢 因为我真没怎么说 为什么干人 我不善于表达呢 我善于借助物体来说这个事 我就是说 我跟你顺便还带了两只花 还说顺便 对 顺便还带了两只花 谁就不会说话 应该是 我专门买了两只花 对呀 我说 这两只花呢 这个 给你吧 我说 因为我知道他家里 肯定是这么年轻 你知道 我不是随便 出去 交朋友 我说你呢 意思呢 你也就明白了吧 够直接的 那个 那么你回去以后呢 你要觉得拿回家不方便 你就可以认 反正意思你明白了就可以了 哇 就这么说的 人家压力啊 后来花扔了吗 还是拿回家的 扔了 啊 真实在 肯定要扔了 肯定要扔了 要当时不扔的话 这事都冲不了了 哎呀 对对对 这有可能 这得慢慢渗透嘛 对吧 所以说 还是不聪明 所以说你要是回家 站在家门口 妈 这谁放这两束花 你很有聚恋吗 他妈说我放他 我不是 小白背景人 对 最起码花带回家 你这话说对了 这么一分解啊 我们这个小白 真是老老老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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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纯 但是这个关系那一刻的时候就确定下来了 或者说小白就已经同意了 那这个进程很顺利吗 进程很顺利吗 你们俩 沙里总有要知道 我们两个人之间 没有任何阻碍 很顺利 但是我父母可能稍微觉得有点 一开始有点觉得不合适 为什么 肯定的呀 你闺女才19岁 然后找了一个大十来岁的一个人 而且又是社会经验丰富 他们又没有见过这个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骗我们闺女 肯定要那么紧 当时是两点担心 第一点就是大十将近十岁 第二就是搞文艺 搞文艺的将来会不会不稳定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从父母那个角度来说 这考量是正确 是正确 但是爱情达到了一定程度 必然要走入到婚姻的电汤 你比人家大这么多 你总得跟人家说 咱俩结婚吧 这样人才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给你开口吧 不这个东西 我觉得两个人交朋友啊 这是不是说 现在很浪漫的这个 我来求婚 是吧 什么都还没有怎么着呢 我先弄一玫瑰花 我先跪地去 咱俩结婚吧 那人对你有什么可了解 你了解完了 你也得跟人求婚呢 我觉得中国的这种习俗 还没有到这个 你总不能说 咱认识三年了 你们认几年了 两年多了 咱认识两年多了 来吧 今天咱们去婚姻介绍所 那东西 刚好今天打拔去了 就平常接触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自己开始谈了 如果将来 咱们俩怎么样怎么样 结婚的话 他也会说 将来咱们俩成家以后 咱们需要怎么样 这个家里边怎么布置啊 如果以后我喜欢这个 就很自然的就谈出来 那是如何 求婚仪式 我告诉你 你别给自己找车 其实按道理来说 得有求婚 得有这个过程 你有求婚 我也没有 其实实话实说 我也没有 但是我现在想想 我现在想想 其实应该有 其实我们可能 从男人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可能有点 大大烈烈 过去就过去 但从女人这个角度来说 还挺希望 那一刻 她像一个公主一样 然后白马王子 拿出戒句 为什么 因为新娘啊 只是一天 这一辈子就一次 第二天就变成老婆了 对啊 求婚也一样 就跟我老婆现在 有时一看别人结婚就说 说我结婚的时候 你就用自移车 驮得 驮得我 你看现在的车 都是奔驰啊 凯迪拉克啊 还是林肯加强的 那天我得补一回 好了 我说补 但是补到现在 其实也就不补了 但是 作为女人来说 她永远觉得 这是一个 可能这是一个 挺浪漫的 挺遗憾的 这样好不好 一千 对啊 出什么嗦嘴 咱们今天既然是特别节目 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我们很用心 不能让太太心里面有疑 对啊 对 就咱们让时光倒流 让大家一起来见 倒流到你们 要登记了 是不是让我再展现一下求婚呢 展现 补上这一刻 这就是求婚 对 对 你上这一刻 好 好 好啊 你别别 你别这样 你稍微准备一下 留钢位 你才赶紧准备一下 一瓦拿着弄好一下 这还有什么处准备 我跟你说 这个 这款也会的 咱们要给补上这一刻 你知道吗 咱不能饶了这男人 咱不能饶了他 你去啊 看你的了 好吧 女老师加油啊 回到嫂子 二十二岁 我们给你准备的啊 好 二十二岁 就送给你了 好吧 谢谢 就冲这个 我也得补一下 哎呦 你是变戏板的吧 你怎么这样 我呀 刚才来的时候路过地铁 你又买了鱼 你又顺便买了 顺便买了一只鱼 我跟你说 今天啊 咱们和于谦老师不模仿 于谦老师也本来想借今天这个舞台 也有这个意思 想表达对自己太太的爱 是 真好 准备 准备在 准备在一块儿了 正好了 来来 李佳老师真是好 小白 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你说 有很多很多心里话想跟你说 首先呢 希望你嫁给我 哎呀 自从看见你以后呢 我 茶不思 饭不想 孤孤单单 冷冷清清 空空牢牢 气息凉凉 我 我 神魂颠岛 我每次到单位领钱的时候都忘了签字 每次打车都忘了给钱 每次朋友聚会我都忘了结账 所以你要再次拯救我 我的人缘就走进了 谢谢 希望你嫁给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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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别让他有表情 多大一件的心 哎呀 我的天 轻轻的一个闻 轻轻的一个闻 轻轻的嘴对嘴 轻轻的嘴 感受到了就 是 感受到了就 是 不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一直就是很平静 自从交朋友 自从结婚 自从结婚后 这个八年多的时间 一直就很平淡 但是感情是真直的 就所谓咱们平常说的平平淡淡 细水长流 对对对 没错 刚才我们也看到2006年的时候 孩子也出生 其实我们看到相边 白白胖胖的长得也漂亮 我应该满听话 那天我们现场也也看到 是 应该满听话 又隔了几个月了 对 我们看看有什么变化 对啊 我们有这么一个小短片 来 大家看一看 好 人家说完说一句话 爸爸妈妈注意安全 就算孩子跟你们的阿姨 遇到这时候也不知道 说什么好 就说一句吧 宝贝 妈妈永远爱你 节目当中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再次感谢他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白 好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再一次 把这个郭德纲和这个大会 我们王会再一次请出来 来 掌声有请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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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还行吗 来来来 很熟悉啊 来来来 很熟悉啊 哎呀 你看吧 这就是男人啊 你从这个角度来 马上就知道 要以谁为主 你看 家里边的女主角 战争 家教号 你看俩男人多自觉啊 没有家教 没有眼睛 管得烟 其实 德纲你们两家人 会不会经常在一起聚一聚 我们最早的时候都挨着住 最近这小半年 我们才搬到另一个小区了 建材在一块 原先就是邻居啊 挨着挨着 俩方挨着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恐怕你们在说相声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可能 你们俩说啊 让这个两位女主人啊 会提一些意见 会不会 好像还没有过吧 有过吗 早就挨着 我不提意见 我放开了 这声乐 他说一个后台 对 那这个 说明这个 这相声啊 要是如梦然熏陶 是 但是会不会有一感觉 你们俩只要一说他就笑 是 差不多吧 最好的观众 在赛在我们的行李 这叫包着脸 对 你让我们在的观众 相当印象的 今天啊 我们这个 德纲啊 还有余谦啊 再一次 在我们舞台又相遇 应该说啊 是我们这个 特别节目的 这个 这个特别之处 也让我们 旁边升会了 那能不能在我们 这特别节目的最后 两位给我们表演一段 这个精彩的相声 好啊 行吗 好啊 好了 好 那在这呢 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 郭德纲 于谦 以及两位这个 优秀的太太 大慧和白慧明 在最后的一刻 我们听一下 郭德纲 和于谦 给大家带来的 精彩相声 有请 郭德纲 于谦 演技相声 心断 纷级 家庭 你看都十年了 热泪拥抱一下 哭啊 热泪拥抱 好 刚报上来一报 哎 于谦 于谦 太臊了 脸都红了 不是我 我是郭德纲 我没听说 孝心夫妻 嘉年发 谢谢 谢谢大家的掌声 是 大伙都爱听相声 尤其天津的观众 会听相声 内行 相声是四门功课 哎 说学逗唱 对 需要两个人来表演 哎 这回是我们两个人 嗯 我叫郭德纲 是 他叫于谦 这是我们俩 我们的好搭档 哎 好弟兄 好伙伴 好人啊 客气 他有今天 完全我觉得啊 啊 百分之八十 得利于你的家庭 哎 我家庭熏陶很 很重要 一个演员 一天到晚 家里边 打得跟热窑似的 嗯 现在打得跟血瓢似的 那不行 还说得了像什么 矛盾太大 人家家里边一团和气 哎 从老的到小的家里边 没有麻烦事 不吵架 抬杠伴嘴 没有 更没有了 俗话说得好 嗯 没有马烧不碰马桶的 对 没错 就别说了 嗯 马烧不碰马桶 这很正常 知道吗 马烧不碰锅样 对 我是想说 人家家里边 没有抬杠伴嘴 嗯 不打架 举个小例子 您说 于谦的父亲 啊 我爸 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 我见过你们 没见过 是 那他父亲 我是见过啊 但是他 他爸爸 我没见过 父亲爸爸 这不是一码事 这一个人呢 一来俩 干嘛呀 你单双号多方便 哎 没这么说过 拿爸爸分单双号 就是老爷子吧 就一个人 老爷子吧 嗯 人好和善 是 见谁都客客气气的 谁喝着 无论见谁 喝 见小孩也是 不是点头儿落 哎 老跟那个贝贝加 穿反了似的 老跟摸着是吗 客客气气的 也不至于那样 不招哉不惹祸 嗯 就一个爱好 什么 好吃臭豆腐 哦 就这习惯 哎 不是说拿饼 拿馒头 蘸点吃 没有 哦 蛋不子吃 干吃 来四块 哦 好这口 就这么吃 吃完剩点汤 啊 干嘛 哎 磨脸上 磨脸上 找暖气片一做 哎 暖气做 一口 这全熏出来了 哥谁家里也活不了 太臭了 鱼姐不叫臭 不在乎 老爷子痛快怎么都行 你瞧瞧 不服行吗 老太太也是啊 老太太 忍 老太太看着没事 嗯 别管 不管 只要你爸爸高兴就行 就随着 坐在这边吃榴莲 哎 她是不管 这味比那味窜 这个 好凶 啊 她媳妇 嫂子 嗯 坐这嚼蒜 哦 哇 还往出喷呢 这太臭了 没人说 没人说 是啊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高兴 怎么都行 你瞧瞧 于谦老师不吃东西 哎 对了 她闹胃火 闹胃火 臭 臭鸭花子 嗯 我打里边往出烦 一天不喝水 坐上缩鸭花子 哎呀 这嫌弃劲的 孩子跑一天了 出去玩 回来进门 嗯 先把球鞋脱了 嗯 搁暖气片上烤着 跟我爸们脸搁一块 嗯 哎呀 不许不尊敬老人 哎呀 这全搁暖气片上 那么烤着 光烤了还行 孩子跟这吃萝卜 吃完萝卜打个儿 哎呀 这屋里都隆了 那是的 进不去人 也看不见道 他们家屋里边 没听说 屋里能迷入吗 不至于 但是家里边互相的 非常的和平 是谁甭说谁了 这个就是 所以说有这么好的家庭 才有您今天的成绩 我干出什么成绩来了 对家庭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那倒是 事实上有结婚的 有离婚的 嗯 啊 我们盼望结婚的多一些 离婚的少一些 离婚率低着 自古常言说的却好 嗯 大隐隐于婚 小隐隐于床 哎 什么东西 还有隐于床呢 咱不懂 反正古话是这么说的啊 没这么说 现在有结婚有离婚的 嗯 离婚的很普遍 对 但是尽量别离婚 哎 离婚没意思 一个家庭别破碎 嗯 是不是 应该啊 应该好好的过日子 那倒是不是 嗯 当然了 每个家庭是不一样的 那都有区别 你看我们德云社说像李经 李经怎么了 李经都见过吧 大眼珠的 是 啊 眼珠的滴螺乱乱 吃饭是老怕的掉汤里边 哎 好嘛 不至于 李经疼媳妇 啊 是 他有时候疼得过分 怎么疼呢 那天开车出去 他开车 媳妇坐边上 李经的人开车慢的 嗯 哎 我们冲进玩玩去 对 就这边玩 你低头去啊 怎么了 跟前这有一只高跟鞋 好 李经吓坏了 白毛汉都出来了 他怀疑 拿起来顺着窗户扔出去了 扔出去了 啊 媳妇问他 哎 我那只鞋哪去了 哎 这也太紧了 的这个 孝心夫亲 嘉年华 要说起来 余老师这方面 我觉得是 头一号的 这我讲的就这 啊 搞对象就搞了一个 那是 就我们这嫂夫人 对 到现在两口子 十分的恩爱 嘿嘿嘿 这个人比较谨慎 嗯 而且特别的老实 本身就是 而且他很保守 哎 我这传统 孝心夫亲 嘉年华 你算跟嫂子 就交往很长 是三五年才拉手 就这么长啊 啊 十 十年头上 俩人才拥抱 哎呀 哎呀 这门口树林那 你看这十年了 热泪拥抱一下 夸 热泪拥抱 好 刚抱上来一抱 哎 余切儿余切儿 害臊了 哎呀